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开始组装苹果公司即将发布的最新款智能手机iPhone15 外媒认为难以撼动中国制造的核心地位 美国已批准丹麦荷兰向乌交付F16 普京视察了俄特别军事行动指挥部 当地时间18号 美日韩三国领导人 在美国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会谈 三方谈了哪些内容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下面通过五个关键词来逐一分析 美日韩代为营丰会关键词之一 机智化 当地时间18号上午 韩国总统尹熙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先后飞抵丰会会场 媒体注意到两国领导人搭乘的直升机 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 平时专攻美国总统使用 此次峰会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机智化 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 三国将设立首脑间热线联络机制 首脑 外长 防长 以及安保事务顾问 今后都将定期会晤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此外三方联合军演也将定期举行 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谈于1994年第一次举行 迄今已进行了13次 不过在此次代为营峰会前 三国领导人都是借多边场合举行会谈 2022年6月和11月 拜登 尹熙 岸田文雄 先后在西班牙马德里和柬埔寨金边举行会晤 并于今年5月在日本广岛进行短暂交流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 前三次会面的时间 仅持续了几分钟到20分钟不等 因此代为营峰会是三位领导人 第一次面对面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交流 而此次峰会的地点也非常有讲究 勇分析指出 相较于白宫 戴维营的氛围更加轻松 私密性也更好 戴维营是美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外交事件的发生地 1943年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是在戴维营的会晤中 商讨了结束二战的方案 1959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与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之间的 首次首脑会谈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1978年当时世界最大の懸案だった中東和平に向けて アメリカ エジプト イスラエル この三人の首脑が合意した キャンプデイビット合意の場でもあるんです つまりこれ外交が成果を上げた象徴的な場所 ここに今回バイデン政権としては 初めて外交の首脑を招いて しかも今回も三人です 美日韓戴维营峰会 关键词之二 稍纵即逝 据日本富士電視台披露 早在奥巴马任内担任副总统时 拜登就曾负责调解 当时因日军强征慰安赴问题 而陷入低迷的日韩关系 拜登担任总统后 最先访问白宫的就是日韩领导人 拜登率先访问的亚洲国家 也是这两个国家 事实上 在拜登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报告中 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 是其列出的十项行动计划之一 而2022年5月 韩国政府的换界则被视为韩日关系缓和 进而导致美日韩合作加速的关键因素 今年3月1号 尹熙悦在三一运动纪念仪式上 罕见形容日本为伙伴 被媒体形容为对日路线的重大转折 3月6号 韩国公布二战强征劳工赔偿诉讼 第三方代赔方案 获得日方积极回应 韩媒称 此举体现了尹熙悦尽快修复韩日关系的强烈决心 十天后 尹熙悦前往东京对日本进行工作访问 双方宣布重启穿梭外交 5月7号8号岸田回访 此后韩日首脑又分别借七国集团广岛峰会 及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举行了会晤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三位学者 近日在外交事务网站刊文指出 多年来美日韩三国国内的政局 始终是阻碍三方进行有效合作与协调的重要因素 眼下美国出了一个高度重视同盟关系的总统 韩国出了一个外交政策野心超出朝鲜半岛的总统 日本则出了一个抑郁大幅强化军力的首相 这样的局面为三方合作升级创造了机会 但另一方面 日韩领导人在各自国内的支持率持续走低 美国则即将进入大选年 因此强化三方合作关系的机会稍纵即逝 美国专家认为 此次峰会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要确保今后在三国政府换届后 现有的合作成果也难以被推翻 美日韩代为迎峰会关键词之三 力量倍增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早些时候曾对记者表示 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全球范围内 日本与韩国都是美国的核心盟友 美日韩三方加强合作可以成为力量倍增强 目前驻韩美军共有大约2.85万人的兵力 以地面部队和空军为主 司令部设在平泽 乌山和群山两座空军基地 部署有F-16战斗机和A-10攻击机 同时美国在日本驻军5.4万人 以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为主 司令部设在恒田基地 大型的基地还包括三泽 恒虚赫 盐国 佐世宝 普天坚 加首纳等 其中恒虚赫是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美军唯一一艘常驻海外的航母 就部署在该基地 首先我们在提升我们的超级带预防占 来预设在印度洋洋区域 这包括发展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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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新达成的协议 今年年底前三方将实时共享 有关朝鲜导弹的情报 此外美日韩还将建立危机磋商机制 当面对地区性挑战 以及影响到三方共同利益与安全的威胁时 三国政府将迅速地相互磋商 共享信息 协调应对 这次三边峰会确立的多层级的 政策磋商机制 它的核心词是什么呢 英文叫做Duty to Consult 就是说咨询磋商的义务 这个磋商这个词啊 恰恰是得约条款第五条的关键词 那么这次的这个峰会呢 机制把磋商的义务确定为三国共同要遵守的一个承诺 这就等于变相的以非条约的形式呢 锁定了一个条约的义务 就是说凡是在安全事务上 就是他们所说的威胁或者是挑战面前 就要进行类似于像集体安全这样的所谓磋商 磋商之后自然接下来就是这个行动 因此这样的一个设计和制度的建立呢 等于是试图打造一个不是三边条约的条约合作机制 实际上必然形成美日韩在地区的安全事务当中 发挥一个三边同盟的作用 美日韩代为迎风会关键词之四 全方位 日韩两国媒体均指出 过去美日韩领导人会晤 讨论的重点议题都是朝鲜 但从此次峰会后发表的联合文件来看 三方讨论的议题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台海南海 以及对东盟和太平洋岛国的援助等 有美方官员甚至表示 峰会过后 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这种三边制度性的安排 它的覆盖范围绝不仅仅是朝鲜半岛或者是东北 因为一方面美国是要捆绑日本和韩国 这两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国 服务于它的全球战略和印太战略 另一方面日本韩国也各有打算 比如说日本它一直想借船出海 而从韩国目前的政府看 它也正在打造所谓global career 就是全球韩国的这种战略冲动 但是在客观上 三方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合作当中 也是要各打算盘 既有相互勾结的动因 那么也有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所以总的讲 通过这次的代表营峰会 我们将会看到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 会发生结构性的新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三方的各打算盘 对于亚太地区 地缘战略格局的总体影响 也是有限的 三国还确认 将在人工智能 网络安全和能源等 非军事领域扩大合作 人工智能 量者 BIO 多世代情统通信 宇宙分野 韩米日协力 有很大的信用性 三方商定将建立 重要物资供应链预警机制 当芯片 关键性矿物和电池等重要物资 出现短缺时 三方将共享供应链信息 快速制定对策 以强化经济安全 数据显示 美国 韩国和日本 分裂全球半导体产业增加值前三位 其中 美国在芯片设计领域 保持全球领先 日本和韩国 则分别在原材料和半导体生产环节 处于优势地位 此次峰会开场致辞时 坐在拜登身旁的 除了布林肯 还有主管半导体产业政策的 商务部长雷蒙多 但另一方面 有美方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美方并未鼓励日韩同中国脱钩 数据显示 中国是日本韩国各自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2年 中韩与中日贸易额均超过3500亿美元 大卫营三边合作机制的制度化 实际上也意味着美日韩安全 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 其实三方利益诉求 并不完全重合 但是美日韩合作恶华的战略指向 进步凸显 那么为了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 以及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其实美国近年来不断地 在泛化所谓的国家安全概念 不断地在拓展安全的范畴 同时美国传统的军事同盟 也越来越涉及经济预题 那么这次战略营的会议 则进一步使得美日韩合作 从传统的安全领域 进一步延伸到非传统的安全领域 实际上这也意味着 未来美日韩不仅仅会在军事 安全政治上强化其同盟体系 那么而且会在经济产业技术 等等相关议题上 进一步地形成三变的统一基调 所以这对未来的地区安全 和全球产业链过程的稳定 我觉得势必带来 更大的不去灵性 美日韩代为迎峰会 关键词之五 小多边 拜登政府上台后 一方面重振传统双边同盟关系 另一方面也推动建立 包括美国在内的 三边或四边合作架构 也就是所谓的小多边合作模式 据共同社18号报道 美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 正计划近期向菲律宾 派出大型水面舰艇 并在南海举行联合演练 据悉 参演舰艇包括 美国海军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准航母 以及澳大利亚海军 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 此前美国 日本与菲律宾 三国海警力量今年6月实施了首次联合演练 菲律宾 紧邻南海和巴士海峡等热点水域 是美国岛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家指出 拜登政府试图打造所谓美飞加的机制 联合日澳等盟国之力 帮助菲律宾快速提升实力 重新构建第一岛链的前沿力量体系 目前代号为马拉巴尔的美日印澳联合海上演习 正在澳大利亚以东海域进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表示 中方反对有关国家拼凑各种小圈子 反对加剧对立 损害他国战略安全的做法 希望有关国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事 美国媒体近日爆出 印度工厂已经开始生产苹果最新款手机 这意味着中印量产苹果最新款手机的时间差 在不断缩小 不过业界指出 中国在全球科技产品供应链当中的主导地位 不会被撼动 据彭博社报道 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商鸿海集团 设在印度的工厂 已经开始组装苹果公司 即将于9月正式发布的 最新款智能手机iPhone 15 苹果从2017年开始在印度生产老旧型号手机 2022年9月 红海在印度启动iPhone 14的生产 这是印度第一次生产苹果最新型号手机 当时中国和印度在量产时间点上相差大约两个月 美媒称今年将是iPhone推出以来 中国和印度在量产时间点上最为接近的一次 仅仅相差几个星期 不过美媒提醒 印度最终能够生产多少部iPhone 15手机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确保足够数量的零部件 而这些零部件绝大多数需要从中国进口 2022年中印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360亿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中国对印货物贸易顺差为1010亿美元 印媒分析 中国在供应链占据的主导地位 意味着印度工厂想要生产出完整的产品 必须先从中国进口大量关键性原材料和零部件 导致中印贸易顺差扩大 数据显示 2022年 鸿海集团在印度市场的收入为100亿美元 在其全球总收入的占比不到5% 鸿海在全球范围内的雇员总数高达100万 其中在印度的雇员只有5万人 鸿海一位高管断言 印度无法像中国一样成为全球科技产品制造中心 近年来美国政府以所谓去风险的名义 分散供应链布局 实质是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推动去中国化 而在这一过程中 印度被美国高调吹捧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2022年 美国已经成为印度第二大外国投资来源地 今年6月 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期间 多家美国芯片企业宣布复印投资 印度各级政府也出台一系列优惠措施 吸引科技企业设厂 摩根大通负责亚太地区科技领域的研究主管 哈里哈兰认为 今后跨国公司可能会针对不同产品 在中国以外增加一到两个生产基地 但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超大规模的核心供应国 乌克兰媒体称 美国已批准丹麦荷兰向乌交付F16 这被视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然而一些美国官员私下却表示 帮助不大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8号报道 美国已批准通过丹麦与荷兰 向乌提供美制F16战机 报道说 美国已向丹麦和荷兰方面承诺 美方将加快批准 移交F16战机的所有必要手续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乌克兰方面反复呼吁西方国家 向其提供美制F16战机 俄罗斯媒体日前援引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话 报道说 乌克兰境内出现能够携带核武器的F16战机 将被俄方视为来自西方的核威胁 不过一些美国官员私下表示 F16战机对乌克兰帮助不大 即使最终抵达战场 也不会成为战局改变者 首先由于缺乏经验 乌军飞行员可能很长时间 才能熟练驾驶F16战机 目前乌方已向美国提交一份 32名飞行员的授训名单 其中只有8人具备完成培训 所需的英语水平 另外24名飞行员必须先过语言官 才能上机培训 其次乌方实际能从丹麦 与荷兰手中得到的战机数量 也相当有限 德国人,以为的 context 有24艺术兰带来的 F16艺术兰带来 他们将将农场进入 以下来的农场 因为他们将农场进入 但它仍然是不一金 目前乌军在扎波罗热的反攻已持续两个半月 美国情报界预计乌军反攻将无法到达东南部关键城市 美利托波尔 他被认为是通往克里米亚的门户 如果这一结论被证实 便意味着乌克兰将无法实现 切断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路桥 这一主要目标 俄乌之间的攻防战愈演愈烈之际 俄罗斯总统新闻局19号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在俄罗斯南部城市 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指挥部 听取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地区指挥官的报告 俄国防部报告 俄军18号在南敦涅茨克方向 使用重型火炮和战机反击敌人 随后海军陆战队空降兵利用高机动性大口径高射炮 一举将乌军击退 在这段画面中 俄罗斯炮兵正在追踪乌军位于巴赫木特和索列达尔之间的装备输送 炮兵火力覆盖了该据点 另一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早间战报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前线地区发生36次战斗 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向梅利托布尔和别尔江斯克方向发起进攻行动 乌空军对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实施了10次打击 对俄军防空系统实施了一次打击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素揽 来自沙特的贾布尔是一名骑射手和马背剑术运动员 也是该国首位经认证的骑马射舰女教练 据法新社报道 很多沙特女性受到贾布尔的鼓舞 来到她开设的训练中心学习传统技艺 加入这项运动 同时贾布尔希望振兴阿拉伯传统剑术 将阿拉伯剑术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近日 俄罗斯潜水员尤里和康斯坦丁 潜入厄尔布鲁士山火山口的湖泊 深度9.4米 创造了世界纪录 据报道 二人挑战的比尔德扎雷湖 海拔3380米 距离厄尔布鲁士丰东侧山峰8公里远 是俄罗斯最高的湖 该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被冰覆盖 即使在夏季水温也不超过6摄氏度 潜水员们为这次探险准备了整整一年 在类似恶劣条件的湖泊中培养耐力 因持续高温和降雨量不足 日本东京都市圈的多个水库蓄水量大幅减少 截至18号 立根川水系上游9个水库中 有5个没有达到其全部蓄水量 尤其是关东地区蓄水量最大的 史木泽大坝 其蓄水率已经降至36%左右 运媒称 如果首都圈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少雨 当地的水荒恐将加剧 届时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限制用水等措施 继第25届世界同军大陆营因筹备不足提前结束之后 由韩国春川市主办的世界跆拳道文化节也被报翻车 据韩媒报道 比赛18日拉开帷幕 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5700多名运动员参赛 然而因未安排好防暑降温预暗 持续高温天气让室外比赛被迫中断 水上比赛也推迟到晚间进行 组外场馆在比赛开幕的前两天尚未进攻 挖掘机还在现场施工 韩媒担心国际性活动接连翻车 影响国家形象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 新亚洲文天夏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